大早安 現在的時間是早上4點40分 我現在平均這三天 大概都只睡三四個小時左右 我今天起床一度覺得好累 我真的好累 想不到吧 居然是要搭船到對岸做熱氣球 現在這個天色 我還以為我在偷渡欸 而且今天剛好是他們要吃摘月的第一天 他們好像現在開始不能吃東西 只要到下山才可以吃喝 真的假的 你說太陽下山 對 我怕都會暈倒欸 他這個導遊這麼耗體力 搭船之後再轉小巴 大概10分鐘的路程 天就已經亮了 大概是早上6點多 現在我眼前就是超級超級多大熱氣球 不知道為什麼我們突然變得很緊急 因為我們在旅程中 他用的語氣很像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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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準備看到你眼前的熱氣球 哇 不要複製 不要複製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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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我真的沒有看過這樣的畫面欸 我要哭了我 哇 哇 你們頭頂在加熱啊 準備要升空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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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好害怕喔 好漂亮喔 我們離開地面了 我的天啊 嗚呼 掰掰 哇 成功了 我們往上飛了 嘿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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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早安 我的名字是穆哈密 我很幸運 今天是你的船船 因為我土耳其沒有飛到 我真的覺得 比我想像中的震撼很多很多 我會改變我的高度 從高度到高度 從高度到高度 只要改變我們的方向 你知道熱氣球的那個上面啊 它那個一噴上來 是整個這邊臉會有點燒燙的感覺 而且 你已經摔到山了 哈哈 喔對我這邊也是被火燒到了 哈哈 我就覺得好像 體重真的不能亂謊報 要是我們這邊很重的話 我的窩就這樣緊線 路子一直說他下面癢癢 你下面癢癢 你下面癢癢 你才下面癢癢 我心癢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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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躺下 不要躺下 而你們剛剛有 謊報體重嗎 一點點 這倒是有的 就是一點點而已啦 下次還敢謊報體重嗎 不是因為他是早上問的 跟晚上問會不一樣 非常安全 完全不會很怕 有需要真的OK嗎 還是很恐怖 因為他會一下很高 可是你完全不會有那種肚子癢癢的 是不會晃 可是腳會癢癢的 你喜歡嗎 對 如果你不喜歡的話 你可以跳 不要 你跳 我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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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真的興奮的聲音 真的降低 因為越飛越高了 哈哈哈 但是我覺得很讚 好可愛 我們現在眼下大概有十幾二十顆熱氣球 我們是其中一顆 我們是其中一顆 我們在熱氣球上看到日出了 漂亮的天氣 享受你的時間 阿迅你這樣子跟我一樣往下看 快點 不要 給你們看我們往下看的視角 其實真的是有一點高有一點可怕 我們現在就是在坐飛機 在熱氣球上你也可以看到一些神殿 一些雕像 真的非常酷啊 熱氣球的影子現在在草原上 超級超級可愛的 這樣轉到我這一面了 到了說今天的日出簡直是完美 我們這個熱氣球 球檔現在在講解 我們等一下要怎麼Landing Oh 請問我每次都要 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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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M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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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 you Mia Mia的意思就是 百分之百的完美 我百分之百的安全嗎 你現在是百分之百的害怕 我看出來了 安全 弟弟安全 在這裡有洛克索最全年的匪行員 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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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說我是不是出運了 我今年好像很不衰耶 而且來一集沒有下 來一集 來一集沒有下 你不是很合理嗎 你要挑戰啊 可以請你做一下嗎 可以請你做一下嗎 好好的 好好的 謝謝 大家再一起 Woo Woo 熱氣球的球長說 我們今天真的非常幸運 我們等一下下降是 very smooth landing 可是有時候因為天氣的關係 降落可能會有點崎嶇 但是我們今天非常非常幸運 我跟你講我出運了 下面在走的人 不是客人 是我們的工作人員 現在準備走到我們的降落地 迎接我們 準備要降落了 工作人員已經在幫我們 拉繩子了 直直的這樣子下去了 他有放一條線下去 有一些人在拉 應該是要把我們拉過去那個方向 不過我好多年前 在河河西搭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的幸運 我們剛降落的時候 大家就來 很開心我們很順利降落 結果回頭看另外一側 我們剛好降在一個雪茄邊 剛好切邊 嚇死大家 超恐怖 那有人拉你們嗎 像這樣子 然後他們超級猛力拉 然後我們也想說 哇好實際 然後回頭看 所以那邊的人應該下爛 對下爛 然後他們每個人臉都超生氣 死命拉 然後我還想說 哇我們今天好好玩這樣子 因為我很緊張 所以我的小腿一直出力 所以現在很痠痛 所以我們就落在這個乾燥的稻田了 耶 成功 耶 成功 這個後面外國人很帥 超級帥 超級帥 成功 成功 最好的主持人 謝謝你 謝謝你 落地之後 所有的工作人員 就會開始在我們旁邊 做一些落地的工作 我們現在還不能下籃子 因為還是要我們的重量 去把這個熱氣球稍微壓住 尤其是你很重要 你我都有功勞 二十年前你有搭熱氣球嗎 沒有 很開心 還看到日出 一切都完美 我們今天真的飛了很長時間 真的看到不一樣的風景完美 還有我身邊有些老師 我只能當第一個喔 不會當第二 那沒辦法了 就當我老婆了 你不會當第一個 台灣 台灣的第一個 你也是第一次飛 是的 真的第一次飛日氣球 為什麼 我買了很多團 第一次跟一個團飛 我說這個團隊是朋友 我們一起飛 真的 沒有 他已經做導遊12年 結果他也第一次飛 他第一次獻給我們了 他第一次獻給我們了 大家享受嗎 對 美亞美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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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把我們的熱氣球拉下來了 真的很巨大 很巨大 啊啊啊 他要被淹沒了 好啦我們可以出去了 謝謝 不需要我們的體重了 跳 嗚呼呼 打完之後我們會獲得一個 打過熱氣球的證書 我們又要貼在我們的牆壁上 我喜歡拿證書 對 上次是那個歐亞大陸最西邊 下降之後我們就沿路 慢慢的返回 我也不知道走這個路要走多久 但是所有人現在心情都很好 豆豆為什麼之前你都不搭啊 說句話 但是不要跟別人說 之前我有點害怕 然後 有客問我了 安全帽 很安全 結果我沒做過 然後我說這個團 就是朋友 那我來一起做熱氣球 給我拍一個 第一次 哈哈哈哈 而且豆豆的害怕 程度是他一直在整個 纜車的中心的中心哦 就是你當海盜船 會在趕直那邊的那種 哈哈哈哈 剛好我們今天呢 是埃及的 齋戒月的第一天 在伊斯蘭教 有一個月教改善月 我們有一個月 從太陽日出早上 到晚上太陽日落 白天我們不能吃飯 不能喝飲料 什麼都不能吃 連水都不行 水也不行 從今天開始 還好 這樣就會減肥 我們一聽到 那個情形式 那個喇叭 做禮拜的聲音 就知道了 開始 他的用意是什麼 為什麼要這樣 第一 因為基督阿拉說這樣 所以我們要聽話 嗯 這個可能 怎麼說 可能為了 讓人有內心 你必須有禮貌 不可以罵人 不要發脾氣 要去好好照顧出人 這個會好好控制我們 內心 對 我們心裡的不好的情況 讓我們變成更好人 有的人說可能 為了讓我們感到 那個沒有錢的人 沒有欺負的人 很多很多說法 最重要的說法就是 今天就安了 說什麼 我們要聽話 下一站我們抵達的就是 來埃及必來的 帝王谷 剛剛豆豆其實已經 大概跟我們講了一些故事 但我都記不得 帝王谷是 古代法老後期 他們的墳墓 都藏在這邊 那為什麼一開始 大家是用金字塔來看呢 因為金字塔 大家會覺得很雄偉 可是後面的法老就發現 那個很容易被發現 被偷 然後如果被偷了 他們的木乃伊不見了 就代表他們死後 沒有辦法再復活 對 之後就找到南部 住客所這個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也是以前的首都 叫迪比斯 其實有一百多個墳墓 然後這裡有找到六十幾個 六十二個 對 然後其中只有開放十幾個 然後你通常一進來 你買票 他會告訴你可以參觀三個基本的墳墓 其實都是忘了 對啊 我有帶平安服 我們還有加價去參觀圖坦卡門的墓 他必須要加價大概台幣三百六 圖坦卡門為什麼會很有名 就是因為他的墓在這裡被發現 而且裡面的東西都很完整 沒有被倒 我們是坐車 但是這一路上很壯觀耶 有點像大峽谷耶 對 他說為什麼他們會選在這裡蓋呢 因為這裡非常的乾燥 不太容易下雨 所以可以保存很好的陵墓狀態 在這裡會看到完美的壁畫 塞色的屏幕 塞色的屏幕 顏色到現在還在 保存得很好 對 因為有六十幾座嘛 那還有再繼續挖嗎 一定發現所有的法老的屏幕 因為有法老的名字 所以我們通過那個名單知道了 法老那個國王的那個名字 可以說真的是酷壁了 我大概記得一點點 就是 痘痘說 忘記了 他說 古埃及的法老時代有三十個朝代 我知道我想起來了 埃及最古老時代就是法老時代 這個時代分為了三十個朝代 那這三十個朝代呢 因為太多了 所以又再分為古王國中王國跟新王國 然後金字塔都是在古王國蓋的 後來的帝王就發現 哇 金字塔太容易被偷了 所以他們就變成帝王國這樣子 歷史我真的背不起來 我沒辦法 終於要參觀第一個帝王了 要看這個影片的時候 把裡面的寫字放在那裡 在這裡 突然卡明的影片上面 提過呢 小偷沒有想到在這裡底下 有突然卡明的影片的名口 所以突然卡明的影片 保存得很好 剛剛我們一路進來的時候 都會有人在兜售 然後就拿著一本書 那個那個帝王國的書 我們現在來比賽看看 誰念的最快 那個那個帝王國的書 那個那個帝王國的書 那個帝王國的書 那個帝王國的書 而且那個那個要讓我日語感 那個那個帝王國的書 我覺得裡面的很好 那個那個帝王國的書 搖搖搖 我們第一個要參觀的就是 拉美西斯山寺 K就是King V就是Valley King Valley 我們這邊是帝王谷 然後是 Rameses The Third 一進來你就會發現 就是我們前兩天 逛的神殿壁畫的彩色版 而且它的顏色都保存得超鮮豔 超好的 這些顏料全部都是幾千萬年前塗上去的 到現在大家還是不知道 為什麼這些顏料並不會凋謝 多多說你會發現一些很莫名其妙的動物 例如說這三頭蛇長了腳 乘語乘語 3 2 1 0 畫蛇天竹 答對冰砰冰砰 這全部都是從地面上 開始往下挖了墓穴 之後在這所有的牆壁上 雕刻出這些彩色的壁畫 所有這邊手被綁住的壁畫 都是當時帝王爭戰下來的俘虜 所以這邊是 童話打得過 俘虜 走到最最最底下的這個地方 就是當時放拉美西斯三世墓穴的地方了 國外極人的雕刻都不是平面的喔 你看他要把他的那個嘴邊肉的那個陰影都雕刻出來 而且他的下顎線也有出來 下顎線 比我們的還要明顯知道阿 我要再去打一點那個劍波 下一個我們要參觀的就是 第62號的圖坦卡門 也就是最後一個被發現的墓穴 編號62 不想看著這個念得出來它是圖坦卡門嗎? 圖坦... 阿門 剛剛兜兜我說其實圖坦卡門很嫩 他9歲等級 然後18歲就死了 所以他只是統治9年 他在所有的帝王當中 他其實算很弱很弱的 只是他因為最後一個被發現所以最有難 對 所以人在世的時候不重要 時候就重要 這是什麼結論阿 你還要被埋被欺負 你還要被霸凌 把那個門口蓋住 但是怎麼樣 蹲得越低 跳得越高 對 最嫩又怎麼樣 被蓋住又怎麼樣 欸全世界只知道他 真的 怎麼做木內衣 要不要知道 要 如果有人死了死了之後 要把它的細體 放在一塊石頭上面 你如何的水 心裡感激 從左邊 開一個口 把裡面的內臟拿出來 四個內臟 創感為非 每一個內臟放在一個瓶子 然後四個瓶子 放在那個瓶墓裡面 你的心臟也一樣打得出來 你如何的水 心裡感激 曬太陽 然後要放很多眼 氣氛的那個眼 因為它保證很乾燥 一點點的水沒有 一點點的血沒有 要挑那個黑色的黎青 黎青 然後要用那個眼麻布 白色的眼麻布補起來 心臟要再放在那個木內衣裡面 因為他們通過那個心臟 會知道這個人好人還是壞人 你的腦袋 通過你的鼻子縫 要把你的腦袋 裡面的東西都是 吸起來 拉起來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要保證很乾燥 眼睛咧 眼睛要拿出來 因為很軟 也會很快 他們用那個包食 做一個家的眼睛 放在那個木內衣裡面 放進去 一般他們用那個香牙 還有黑色的包食 做一個木內衣 你如何的水洗一根筋 要放很多香精 要把那個味道好聞一點 其實我們會說 高過去一天還沒有發現 所有的做木內衣的食材 他們只發現一部分 然後呢他們說 可能是這樣做木內衣 然後做木內衣好了之後 把雙手 胸部調查 兩條冰箱 謝謝 下班了 下班了 他今天也沒得好 下班了 還有呢 在上面要裝一個面具 在法老時代 他們給土壇 他們做好幾層的棺材 環境的面具 環境的棺材 在這裡的東西 都是水蒸屏 復活之後才開始用 所以這些東西 在屏幕裡面發現的東西 不是活著的時候 要用 很陡很陡的樓梯耶 肚子你有想到 你有一天可以看到 從小到大 聽過的圖彈卡門嗎 就是以前很想要來看看 但是我就說過 我就 阿黑 想不到裡面這麼亮吧 對 木燈口呆 這個有點太震撼 我雞皮疙瘩 他的身高真的很矮 我記得他好像不到160公分 對 而且他說他們的腳 他有腳的殘疾 所以還有拐掌 不知道怎麼做 他整個輪廓都保持得非常好 我不敢太近了 太寫失敗了 這兩個壁畫 右邊那一個就是圖彈卡門 他身上穿的是爆皮的爆衣 然後他手上拿的那個 是很像北斗七星的一個勺子 他們認為靈魂會順著北斗七星上天堂 其實圖彈卡門的墓穴真的很小 但是顏色卻是保留的最最最鮮豔的 因為他是唯一沒有被盜墓的 下面就是剛剛豆豆說的 好幾層的這個石棺 有木頭有香精的 總共有七層 你看他棺材旁邊的雕刻 是用這個羽毛女神 這樣子把它保護住 下一個我們要看的是 拉美西斯九室 是第六個被發現的墓穴 我覺得九室的顏色 都比較再可愛一點 俏皮一點點 你看他們的墓穴有多大 大概是圖彈卡門 看起來應該有十倍以上那麼大 我在這樣參觀下去 我真的覺得 我都要看董相機的名字 我也覺得我快可以解讀了 對啊 都要沒有力氣了 沒有啦 差不多啦 真的 這個區域有很多人 沒有去的沒有喝的很可憐 今天會感到別人這麼可憐 以後我們會感謝金子安拉 給我們這麼很多好的東西 如果遇到了什麼困難 要對自己說 還好我們還是比別人的生活更好 來大家的地方圖的演講 Nice 這個要參觀的是 拉美西斯四世 好難 拉美西斯 欸? 拉美西斯斯四世 拉美西斯斯斯 斯斯 來來來 想離開埃及去南極的 晚大樂 晚大樂 大概三分鐘之後你會抵達南極 還有人要去南極嗎 來這邊 晚大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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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覺得土壇卡丸的觀已經很大了 結果別人的還是更大 那他真的是被欺負欸 你們都會看一下行文字了嗎 對 開始在解讀 你的精油開始涼了對不對 我那個後景 你真的直接涼到不行欸 是不是都不熱了 我覺得很讚 我的背整個涼起來 涼起來 超舒服 我突然想到我床頭到底都不知道阿薰在哪裡欸 我剛剛在上廁所啦 我看看看看 土壇卡丸 第三代 什麼第三次 土壇卡丸 還有 PS5 碧雞公主 隨便講一點點故事 隨便 好啦 就是呢 第一次 欸 不要這樣子 我很喜歡 我很喜歡這些東西好不好 下午四點多左右 我們正式的抵達盧克索的機場 要準備飛回開羅 這個真的有點痛 就有點Hardcore 我覺得好像看神廟 真的大家會說有看到疲乏 最後一個就看 你就覺得阿真的要下去嗎 每天都四點 最早是兩點起來 怎麼那麼累 但還是好玩啦 還是值得來一趟 值得一定要來看 但可能一升就一趟 對 我也不敢再來 豆豆你可以喝水啦 誰跟你用紙杯啊 你整個大瓶的 豆豆可以喝水 他很快樂 耶 豆豆 哈哈哈 開宰月真的好偉大 超風公司送給我 一到開羅之後 豆豆也早就已經準備好遊覽車 來接我們到飯店了 氣溫真的差很多 開羅現在大概不到20度 超級冷 所以南北的氣溫 其實溫差真的滿大的 抵達我們今天晚上在開羅住的飯店 叫做Fairmont GOGOGO 打擾了 哇天啊 感覺很不錯 感覺很大 我已經看到一小小了 很不錯 哇他整個設計感有餒 跟週季比心很多很多耶 這個房間的感覺 旁邊的空間也很大 打開兩個行李箱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廁所也非常不錯 空間很大 旁邊是有浴缸的 而且他的領域跟浴缸是分開來的 這間我給比週季還要高分 可以來住看看 今天真低累 你在偷看人家洗澡嗎 今天真的比較辛苦啦 所以住好一點 算是值得啦 阿倫剛剛偷看人家洗澡 好啦明天還有一天的行程 今天先這樣子了 好累喔 晚安 大家晚安